各位大家早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如何制作印章 那制作印章我们需要一个白色的底 白色的底 那这个白色底怎么做呢 那你就可以用 档案开启新档 那选高度2000 单位是像素 高度宽度2000 选像素 那解析度300 底色背景是白色 按建立 有了一个印章的颜色 这个框 那这个框以后我们就开始输入文字 首先输入文字的时候 我们就用 用这个黑色的底 用T文字 工具里面的T文字 水平文字 水平文字 那我们就先来打一个文字 T文字 那我们用水平文字工具 水平文字工具 水平文字工具 我们在我们的字上面点一下 点一下 它这个就是字大小 一闪一闪就字大小 那这样看起来太小 那我们可以给它 像说我们大一点 我们就给它180 180按Enter 哇 它就大一点 就在这个地方 好 差不多 可以打三四个字 好 你要打字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输入文字 输入你的中文 好 你就可以打 那这份文字的时候 你有什么文字 你就用什么文字 所以你有什么文字 你就给它打什么文字 像说你有中国龙好行书 好 那就打中国龙好行书 好 那就打谣 谣 要输入中文 中文 谣 好 那就打谣 那打好以后 你就按打勾 那你要移动它 你就按这个移动工具 移动到适当的位置 好 那你要打第二个字 就是继续按T 好 水平文字 要打的位置 好 要打的位置 那就打一个字 好 OK 打勾 移动工具 移到你适当的位置 好 那你要打成 那就打一个 再打一个T 成 打在这里 成 OK 那你可以打字 打好以后 打勾 那选择移动工具 移动到适当的位置 好 所以那你这样就 摇制成三个字了 可以吗 三个字 那我们要移动它 这个文字 文字 它没办法变大变小 打勾 除非你用变形 变形工具 再来打 那些 像变形的时候 打勾 你要用变形才可以拉大小 那我们不要这样拉 我们直接点它 确定以后 我们在它的右边 这个摇 这个图层的右边 按右键 按 点正化文字 把它变成图片 好 那就点一下 按图片 再讲一次 点它 按右键 点 点正化文字 那就可以变成文字 文字跟T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图形 T是向量文字 摇 这是图片 那这摇图片 你希望它能够大一点 那你就给它拉对齐 跟字 跟层对齐 好 那你这样就 三个字的摇制成 那你希望 再把它调 调平均一点 那你也可以用你的 分隔线 你用分隔线去把它配置 不然就用大概的位置 把它调好 调到适当的位置 调到适当的位置 可以调到适当的位置 或者你要再大一点 你都可以 调到适当位置 好 调到适当位置以后 你就可以完成了 那这完成以后 你就完成了一个印章 一个印章 那印章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合成一个图片 合成一个图片 那你也可以再新增一个图层 我希望加一个外框 那再新增一个图层 新增一个外框 外框 矩形外框 那你要做成圆形 当然也可以 那用矩形外框 矩形外框 那你就选取起来 矩形外框 那矩形外框 选好的时候 就要选形状 选不要填满 不要填满 选这个黑色的框 选大小 选大小 直线 选大小 大小 大小的细框 有一个框 细框 OK 那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这样就有框了 有框 有文字 那有个说 老师 我这个 这样子 我要变颜色 怎么办 当然也可以啦 如果你要变形状 当然也可以 你就用变形 自己想办法变 你要想说老师 我希望突出一点 好 那我现在来就怎么做呢 我就把它合成起来 Ctrl Auto Shift 1 合成 Ctrl Auto Shift 加1 ABCD 1 合成成一张图 那把下面这个向量图 这1234 都把它关掉 好 那我们这样就一张图了 一张图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 变形 那你说我有什么变形 有很多扭曲可以变形 语言啊 倾斜啊 连你内缩外扩 你都可以 那你希望外扩一点点 那你就把它 互的 20 20左右 他就变形一下 有点印章的样子 那你 如果你说 老师 我真的 我要乱拉 可以 当然可以啊 你可以用变形 你的任意变形 就乱拉 也可以 好 那我这样做好的一个印章 那这个印章 其实它是 我要来做遮瑟片的 那遮瑟片 这怎么做呢 那我们 要调整的时候 这个是印章 这是遮瑟片 这就是我们要用的遮瑟片 那我们要调整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呢 希望我们这个印章 变成各种不同颜色 黑白的哦 记得这是黑白 黑白 黑白 我们把它写起来了 不然人家忘记了 黑白的这个 我们就拿来当遮瑟片 或是黑白的印章 都可以 那我要调整颜色 怎么办呢 好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按一个调整涂层 纯色 那我就选一个红色 深红色也可以 按确定 那深红色的遮瑟片 没有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到这里 这个黑白的这边 然后把它Ctrl A Ctrl C起来 好 把它关掉 然后到上面这一层这边 按这个遮瑟片 遮瑟片哦 按Auto 按Auto键 点这个遮瑟片 按Auto键 点这个遮瑟片 Ctrl V把它贴上来 哦 那我们这样就遮瑟片了 有看到吗 有个遮瑟片的 谣字层 那我们再点前面的影像 哦 你就个黑白的 红色 白色的字 有看到吗 好 那现在我们要来 来改变 因为我要红色 白色的底 那我就去用遮瑟片 把它反向 Ctrl I反向 哦 那就红色的 黑色 底 红色的字 黑色的底 好 那我老师 你说 啊老师 我现在 要改变了 我希望改变不同的 我红色的底 黑色的字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哦 你在底部这边 在底部 底部 你把底部那个加黑色 好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底部 黑白的上面 这边 加一个 加一个 黑色 那我们这个黑色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颜色 好 这个颜色呢 我们就用 调整图层 也可以 纯色 就用一个 黑色的 黑色 按确定 黑色的 黑色 按确定 你看 它是不是就 黑色的 黑色的 黑色 红色的字 那这时候来调 就很好调了 很好调什么 因为你红色的字 要改变 你就调这里 调各种颜色都可以 有没有 可以调整各种颜色都可以 OK 那调整各种颜色 红色 蓝色 紫色都可以 红色 紫色都可以 黄色 也可以 橘色 也可以 那各种颜色 你都可以调 有没有 各种颜色都可以调 红色 白色 OK 那深暗 红色 也可以调 好 OK 那黑色的 可不可以调 可以 那就调下面的黑色 黑色 你可以任意调 那你可以调 广一点的 白一点 那你这样就各种颜色印章 那我们一般 我们就把这下面 调成 白色 白色 白色就调到这里 这个都是 你可以这样调 白色 这个就是 00000 白色 白色 就是这边 这边就是 RGB 就是等于 255 252525 那多2525 这样也可以 就白色的 按确定 那这红色 你可以把它改黑色的 就按 000000 它就是黑色的 按确定 它就是黑白的 一个印章 好 这样就已经会了 你只要调 黑白 黑白 那你就可以 任意调整你的颜色 这样了解 我讲的意思吗 好 那这个是黑白的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一个黑白的印章 那这个黑白印章 除了这个以外 你可以把它做成 手印印章 也可以把它存起来 来调整颜色 好 那我们 这个印章做好了 我们把它调整 黑白的 好 那我们黑白的以后 就可以做成什么 印章 印章 那印章 我们怎么做呢 在编辑里面 有一个叫做 定义笔刷预设计 你就可以选 印章 印章笔刷 你就可以给它印章 调制成印 印章 印 好 我就打一个印就好了 印章 印章 好 好 OK 那我就按确定 那我就做好印章 你看 印章 印章 好 那这个时候有印章 你说你就打开 你的图片 好 打开你的图片 你就可以盖在上面 印章 你就可以盖在上面 有没有 盖在上面 黑色 不好看 那黑色不好看 那你就个调整 调整 那调整大小 那我们小一点点的印章 那我们把它改为什么颜色 红色 那你这样就可以盖上来 红色的印章 红色印章 那你就可以一直盖 一直盖 好 OK 那这个除了这个印章以外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印章 好 OK 那这怎么做呢 你可以选这个刚才那个图形 好 那你把它调成各种不同颜色 刚才我讲的文字的颜色 在这边 黑色 黑色我们给它调成什么颜色呢 黑色我们给它调成白色 白色 白色按确定 那白色我们给它调成蓝色 好了 按蓝色 有没有 就按蓝色 不好看 好 不好看 然后调整这个颜色好了 OK 好 那调整颜色以后 我们也就可以这样 把它存档 另存先档 那你就可以把它储存 储存什么颜色 储存一个颜色 叫做 11 好 那我们把它存起来 存的档案最好是用png档 那有这个可以做透明的 png档 存档 好 按存档 存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印章 那这个印章里面 你就可以用图片 好 那我要印 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置入 迁入了五阶 印章 好 按置入 好 它就可以置入进来 那你就可以放在适当的位置 好 适当的位置 那你这样就可以 有笔刷的印章 也有图片的印章 可以用 那就可以 长期来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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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